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我們的十大信條裡面的第四條 第四條在講義裡面有 我們看一下 最好把它背起來 十大信仰要把它背起來 第四條就是信水禁是赦罪重生的典禮 必須由以受水靈惡禁者奉主耶穌的聖名 在活水中給受禁者予以低下投資全身禁禮 這是我們基本信仰的第四條 有關談到洗禮的道理 那洗禮是絕對性的重要 沒有受洗禮就罪不得到赦免 人非聖結不能見主 有罪哪來聖結 所以我們要將來見主 在神的國度裡面與神同在 那我們就必須要沒有罪聖結 那要沒有罪聖結呢 就必須要受洗 因為受洗才能夠除罪 除罪才有聖結 那受洗又有重生 又是重生 那我們有了新的生命 屬林的生命 將來我們才能夠進入他的國度 這是絕對性的重要 那這件事情呢 主耶穌他有親自來做示範 那這個示範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當時候施洗約翰在傳悔改的洗禮 主耶穌呢 就到施洗約翰那邊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 那施洗約翰看到主耶穌來了 他馬上對主耶穌說 哎呦你怎麼到我這裡來受洗呢 我應當要去接受你的洗才對呀 那這個時候主耶穌就跟他講說 你暫且許我 因為我們禮當盡這諸般的義 就是說原本主耶穌他沒有罪 所以他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禮 那約翰覺得哎呦怎麼 耶穌到這裡來洗禮呢 他不敢為耶穌洗禮啊 那耶穌跟他講 講了之後呢 約翰就為耶穌施洗了 那這句話就相當的重要 他說我們禮當盡諸般的義 我們看馬太福音的第三章 馬太福音的第三章 請看十五節 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五節 耶穌回答說 你暫且許我 因為我們禮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於是約翰許了他 這邊就是約翰許了他的一個重點 原本約翰是不敢啊 也不能啊 也不應該啦 因為主耶穌他沒有罪 不需要悔改 也不必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 所以當耶穌來到施洗約翰那邊 要接受約翰洗禮的時候 約翰他嚇一跳 所以他就不敢為耶穌洗禮 就攔阻耶穌啦 那剛剛我們所讀的就是 耶穌對約翰所說的話 他說你暫且許我 為什麼要許耶穌呢 因為我們禮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禮當這樣盡諸般的義 那這個義呢 我們看那個小字 或做禮啦 禮就是一種規範 一種規範 我們做人有沒有禮 就是在這一個規範裡面來做 就是有禮啦 那你如果沒有在這個規範裡面來做 就是沒有禮啦 或者說我們在談禮貌 大家認為這樣做就是禮貌 就是按著規範來嘛 按著規矩來嘛 這就禮嘛 那義呢 義就是一種模範 一種模範 留下榜樣的意思啦 所以耶穌呢 他接受約翰的洗禮 是要成為我們受洗的一種規範 也是一種模範 耶穌怎麼洗禮呢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跟耶穌的洗禮是一樣的 我們不能夠逾越 耶穌洗禮的規範 手留下來的榜樣 如果逾越啦 那這個洗禮就跟耶穌受洗的規範是不一樣的 那就不是義 那也不是禮啦 所以為什麼主耶穌要去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 並不是因為耶穌有罪 而是耶穌要在這洗禮的過程當中 在洗禮的規範裡面留下了洗禮的榜樣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喔 在談洗腳禮的第一個重點 我們不能夠跟耶穌受洗這件事情不同 如果不同的話 那麼就不是耶穌跟施洗約翰所留下來的諸般的意啦 不是啦 這是第一個的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耶穌受洗後發生了三件大事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受洗 受洗到底在我們的信仰生命當中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它的受洗的目的當然是赦罪 但是除了赦罪以外 當我們受洗完之後 我們會產生在生命當中有什麼樣的變化 就好像主耶穌受洗之後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們先來看馬太文的第三章的十六節 十六節 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 耶穌受洗完之後 從水裡上來 發生了第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呢 他說啊 天忽然為他開了 天開代表什麼 還沒有受洗以前天是怎麼樣 關著的 天是關著的喔 那我們說要進天國進天國 天是關著的 你怎麼進天國 你有天國的鑰匙嗎 沒有啊 天沒有開 你憑什麼進天國呢 絕對書要帶我們進到他的國度 進到他的天國 天沒有開 那都是空話 那都是在我們信仰當中沒有意義的 那都是一種願景 願景不代表你能夠得到你的想望而已 那什麼時候為你開 當耶穌受洗上來之後 天就為他開了 那耶穌受洗是要進諸班的意義啊 所以當我們接受色罪的洗禮 合乎耶穌所留規範的洗禮的一個同時 當你從水裡上來之後 天偉會為你開 這個時候天才開 就我們個人來講 我們受洗上來之後天才為你開 如果沒有受洗上來 你沒有這座洗禮 而這個洗禮跟耶穌所留下的 規範的榜樣洗禮不一樣 天依然不會為你開 所以這個是我們生命 在信仰當中一件絕對性的重要 我們今天在信仰裡面 信到後來天不為你開 你信什麼啊 不要信啊 因為這個沒有意義啊 一樣跟世人還沒有信主的人一樣啊 天都不會為他開 沒有機會進天國 那你信耶穌 對我們來講 比外邦人還糟糕啊 因為外邦人也不用守那麼多道理 他也是天文要為你為他開 我們今天也守那麼多道理 只守那麼多的信仰 但是天也沒有為我們開 那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接受洗禮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當我們受洗上來之後 天就為我們開 那天為什麼會為我們開 我們就要去思考 天什麼時候關 天什麼時候關 我們看一下創世紀的第二章 創世紀的第二章 請看十七節 創世紀的第二章 十七節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原本神造亞當夏娃是安置在伊甸園 那伊甸園呢 就是人跟神相通的地方 神也到伊甸園去看亞當夏娃 亞當夏娃在伊甸園也常常與神見面 這個是在人被造之初 亞當夏娃的時代 伊甸園的時代裡面 神跟人是沒有隔閡的 因為亞當就是神的兒子 在路加文第三章38節很清楚 亞當是神的兒子 那既然神是亞當的父 亞當是神的兒子 父跟子之間就沒有隔閡 在同一個屬靈家庭當中 所以當時候來講 是沒有分別的 天是通暢的 並且亞當夏娃被造的時候 是被造在神的國度裡的 那個時候 神這個國度沒有罪 但是罪已經在 罪已經存在了 所以才會造這一棵分別善惡樹 來分別善惡 那分別善惡很簡單 不聽神的話就是惡 聽神的話就是善 所以神告訴亞當夏娃說 你不可吃善惡樹上的果子 因為吃的日子必定是 惡跟善是劃分界線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非黑即白啦 沒有灰色的地帶 所以我們只能夠在伊甸園裡面 在神的國度當中聽從神的話 不聽從神的話呢 那就是死 我們看三章的第六節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悅人的眼目 解釋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她的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這就是人的犯罪 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善惡果 神又說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們再看第三章的二十四節 於是把她趕出去了 又在伊甸園的東邊 安置基路伯和四面轉動 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術的道路 把亞當夏娃趕出去了 然後呢 用四面發動 轉動發火箭的劍 把守生命術的道路 這個門就關起來了 在伊甸園裡面 我們人類跟神是通的 但是犯罪以後呢 神把人趕出伊甸園 這個門就關了 人跟神的那一種 原本父子的關係就斷絕了 沒有了 就是被趕出伊甸園 門就關起來了 所以伊甸園的門 就好像天的門一樣了 原本是可以跟神互通的 現在不能了 被關起來了 就沒有辦法進到這個伊甸園裡面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進到神的國度 因為天是關起來的 沒有辦法進去 那什麼時候開 耶穌受洗上來之後 天就為耶穌開了 那耶穌受洗是留下榜樣規範的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跟耶穌的受洗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受洗上來之後 天也要為你開 天也會為你開 那當然天為我們開 我們也要有天梯才能上去 對不對 天這麼高我們又跑不到 我們要有天梯才能上去 那時候雅各他不是夢見天梯嗎 夢見天梯的時候是一直到天 然後天梯上有天使上去下來 在哪裡 在人子的身上 我們看約翰福音的第一章 約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們看五十一節 約翰福音的第一章 五十一節 又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的身上 耶穌告訴當時的門徒們 他說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天開了是一件大事 但是我們要怎麼進到天開 而進入到天天國呢 他說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像雅各做一夢的時候 有天梯嗎 有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所以這邊所講的是什麼天梯啊 在哪裡 在人子的身上 所以天梯是誰 耶穌啦 耶穌就是人子啦 人子耶穌啦 耶穌降生嘛 道成肉身來嘛 所以祂是人子嘛 那天梯呢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就是在耶穌的身上 那耶穌都已經在 兩千多年前 盯在十架上死了 成全這個救恩啊 成全這個救恩 那到底這個人子的身上 是什麼呢 我們看以物所書的第一章 以物所書的第一章二十三節 以物所書的第一章二十三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這裡聖經又告訴我們 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耶穌基督的身體就是天梯 那以我們現在來講 什麼是天梯 教會 所以我們今天信耶穌 如果沒有透過教會 請問你有天梯可以爬上去嗎 有些人在信仰當中 我信耶穌就好了 不一定要到哪一個教會 不一定要到教會 那你沒有天梯 天梯為你開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們信仰當中 不要自以為 所想像的那一種 那一種信仰的規模 那是你的信仰 那不是耶穌的信仰 那是你自己的認定 那不是聖經的認定 所以不要說我信耶穌就好了 到哪個教會都可以 不是的 你沒有到這一個 耶穌基督身體的教會 就沒有天梯 天梯 天開了對你來講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只能夠剛剛看天開了 但是你爬不上去 你沒有透過教會 成為屬靈的天梯 那你就沒有辦法上去 因為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的身上 就是他的身體 神的使者能夠上去下來 都在耶穌基督的身體上 耶穌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所以我們在信耶穌的 這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找到耶穌的身體 就是教會 那教會我們這個早上 就已經跟大家談了很多 所以我們在信仰當中 我們除了信耶穌以外 我們要在耶穌的身體的教會 來成為天梯 我們才能夠在受洗上來之後 天為我開了 我在這個天梯上能夠上去 那我的信仰才有價值 我敬拜神才有意義 我在走這一條天國路 才能夠達到目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穌他受洗上來之後 天就為他開了 這是第一件大事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沒有受洗 受罪重生 那麼天還是關著的 那這個天的門呢 有基路伯 有四面轉動發火箭的箭 發火的箭 那你怎麼進去啊 除了你死了 你要進去的時候 就被火箭給刺死了 死了能夠進去嗎 那現在呢 現在耶穌基督替我們死了 所以天為我開了 我只要在教會當中 藉著這個教會 透過聖經的引導 讓我們走這一條天梯 那我們就能夠進到天為我開的天國 這是第一個所發生的重點 所發生的大事 那第二件大事呢 我們再回來看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三章 第三章十六節下半段 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六節下半段 他就看見神的靈 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第二件大事受洗上來之後 耶穌就看見神的靈就聖靈 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所以耶穌受洗上來之後 發生了第二件大事就是什麼 聖靈會降在他身上 沒有受洗以前的耶穌 有沒有聖靈降在他身上 沒有啊 受洗之後耶穌從水裡上來 除了天為他開以外 天上神的靈又像鴿子降在他身上 所以受過洗的人才能夠領受聖靈 那我們會想 阿牧道朋友領受聖靈怎麼辦 領受聖靈在使徒行傳的記載 有兩個大類型 第一個就是受洗之後的人領受聖靈 就是使徒行傳第二章 第二章 主耶穌告訴他們 應許他們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然後就必釋下應許的聖靈 那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那些信徒那些門徒一百二十個都受洗了 所以他們就領受聖靈 這第一種大類型 第二種大類型就是十章 尼哥迪姆 尼哥迪姆他是外邦人 但他被稱為是虔誠人 什麼是虔誠人 就是半規劃的猶太人 這個虔誠人是專有名詞 不是我們說他這個人很虔誠 那個虔誠不是 他是外邦人 但是他嚮往著猶太人的生活習慣 他嚮往著成為外邦人中的猶太人 所以他立志所行所為 都跟猶太人的生活完全一樣 那他又不能夠真實在肉體上成為猶太人 所以就被稱為是半規劃的猶太人 那有一個統稱就是虔誠人 所以我們在讀 《使徒行傳》第十章第一節的時候 就特別有講到說他是個虔誠人 這個虔誠人不是他做人很虔誠 而是他願意過著猶太人的生活 堅守著猶太人的律法 按著猶太人的規矩而行 但是他肉體上是不是猶太人 不是 這叫做半規劃的猶太人 又叫做虔誠人 那從肉體上來講 再怎麼說 哥尼流都是外邦人 那外邦人要信耶穌 以猶太人來講是不可能的 因為猶太人幾千年來他們都認為他們才是神的選民 除了他們以外沒有選民 哥尼流雖然是前程人是半規劃的猶太人 但是他們不是真的猶太人 所以他們要進到這份信仰裡面來成為神的選民 這是比登天還難 在猶太人的環境當中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神才用意象來告訴哥尼流要去找彼得 然後神又用意象來提醒彼得 說你要跟他去 這個在《使律行傳》第十章 我們自己去讀就可以知道 因為這個不是很難的內容 我們自己讀 後來彼得就跟這個哥尼流 彼得就到哥尼流家裡 那哥尼流就準備好了 又找了很多親戚朋友到他家裡面 要聽彼得的見證 那我們看十章的四十四節 彼得《使律行傳》的十章四十四節 第十章的四十四節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這個時候他們受洗了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受洗 只有彼得在見證神的道 在講論神的道的時候 聖靈就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所以他們受洗了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為什麼會受聖靈 後面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看四十五節 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靈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積齊 我們看四十六節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四十七節 於是彼得說 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 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所以外邦人還沒有受洗的聖靈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為神已經接納外邦人成為選民 可以為他施洗做見證的做證據的 如果當時候神沒有把聖靈降在外邦人身上 那些門徒怎麼敢為哥里流全家受洗啊 不敢啊 因為是違背了猶太人的一些認定 彼得也不敢這樣做 使徒也不敢這樣做 那後來為什麼哥里流一家受洗了呢 因為他們看見聖靈也降在外邦人身上 神也接納他了 我們怎麼可以不接納他呢 這就打開了外邦人信主的一條道路 就從哥里流開始 哥里流那時候還沒有受洗 但是神就把聖靈交灌給他 就好像我們今天到教會裡面來目到的人 他還沒有受洗 為什麼能夠得到聖靈 因為神要讓這個人知道 你已經領受聖靈了 你已經有體驗了 這個體驗呢 有些人是神機其次 有些人是領受聖靈 那每個人的體驗都不一樣 所以領受聖靈這件事情 是要讓我們看見神在這裡動工 也讓這個領受聖靈還沒受洗的外邦人 能夠體驗到這裡有神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要領受聖靈 都要接受洗禮之後 聖靈才會降臨在這個人身上 好像耶穌一樣 所以換一句話來講 受洗這件事情跟受聖靈有絕對的關係 耶穌還沒受洗以前 沒有神的靈降在他身上 耶穌受洗以後 神的靈就降在他身上 那神的靈降在他身上 除了進天國的頻距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 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件事情 我們再回來看 馬太福音的第三章 17節 馬太福音的第三章 請看17節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天上就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天上的聲音 從神而來的聲音 神承認 什麼時候承認的 受洗上來之後 神就用天上的聲音來向人 示人宣告 這是我的愛子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成為神的愛子 本來人就是神的兒子 本來人就是神的兒子 亞當夏娃就是神的兒子 是因為亞當他犯罪以後 這個關係就斷絕了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再把我們是神的兒子 把他連結起來 受洗上來 你沒有受洗 你永遠都不是神的兒子 你沒有受洗 你說你是神的兒子 你把聖經拿來告訴我 不是 因為亞當夏娃 犯罪之後 人是神的兒子 這一個關係已經斷絕了 沒有 我們不要自認為說 我信耶穌了 我就是神的兒子 不是 如果你沒有跟耶穌的受洗的形式是一樣的 受洗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麼你仍然不是神的兒子 不是神的兒子 怎麼能夠承受神的產業呢 神的產業在天國啊 那我們怎麼承受呢 你憑什麼承受 你不是神的兒子 你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從這個耶穌受洗這件事情 我們看發生了三件大事 受洗上來之後 天會為你開 沒有受洗天不會開 受洗上來之後 聖禮會降在你身上 受洗之後呢 神才承認你是神的兒子 所以我們說洗禮非常重要 而且是絕對性的重要 是跟神建立父子關係的 是領受聖靈的基礎 是天開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聖書教會 非常看重洗禮 每一個人報名洗禮都要審查呢 不是舉手就可以受洗 不是報名就可以受洗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在受洗的過程當中 這一個人他沒有認罪悔改 他沒有信心 我們受洗之後是要天為他開的 他對教會的這個立場沒有堅定 他沒有在這一個 耶穌基督的人子的身上的 這個天梯裡面 受洗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一直講到受洗之後 你就要在這個天梯上來爬 神的教會裡面來走 你才能夠走到天為你開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受洗這件事情上面 是非常的慎重 慎重的原因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三件大事 耶穌受洗上來之後所發生的 那耶穌受洗上來之後發生 我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耶穌怎麼受洗 我們就跟祂一樣的受洗 耶穌受洗之後發生的這件事情 就跟我們有關係了 所以受洗上來之後 天為你自己開 聖靈會將在你身上 你也成為神的愛子 這是受洗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講義當中 我就分了按照我們的信條裡面 所講的分了三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 我們要相信禁禮是赦罪重生的典禮 這個禁禮就不是點水禮 滴水禮、灑水禮、澆水禮、澆水禮 不是喔 是全身入水的禁水 禁就是泡在裡面 我們這一本荷爾本聖經 我們都翻譯成洗 那其實原文就是禁 禁在水裡面的禁 那我們這本荷爾本就是把它翻譯成洗 所以洗禮其實就是禁禮 那為什麼是禁禮呢 因為主耶穌是全身入水的 我們剛剛有讀嘛 耶穌從水禮上來 水的裡面上來 所以耶穌是洗禮是全身入水的 那我們教會其實有三大典禮 就是洗禮、洗腳禮跟聖禪 這個以後會再跟大家見證聖禮跟洗腳禮 那我們今天講洗禮 那這個之所以能夠成為典禮呢 有三個很重要的內容 第一個是主耶穌他親自設立的 洗禮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 洗腳禮也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 聖餐禮也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呢 是主耶穌曾經吩咐門徒要去做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三個洗禮 都是主耶穌吩咐門徒要去做的 第三個是與得救有直接關係的 你沒有這樣做你就不可能得救 也不會得救 所以這三個條件是具備了 那才能夠成為得救教會的典禮 那有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洗禮 洗腳禮跟聖餐禮 所以教會才會用這三個成為 真耶穌教會的典禮 那這個水禮呢 水禁呢是有赦罪重生的功能 赦罪重生 第一個呢它使罪得色 洗禮是要赦罪的 洗禮它不是入教的儀式 既然是赦罪就不是你說了算 不是你說用什麼方式來洗禮就可以了 不是 赦罪這件事情不是人的功勞 不是人的作為 是從神來 既然是從神來 那麼我們就要依照神的規範來 所以這個死罪得色 第二個呢 是可以得到重生 可以得到重生 我們看提多書的第三章 提多書的第三章 第五節 提多書第三章第五節 他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他的憐 藉著重生的喜和聖靈的更新 重生的喜 所以洗禮是重生 什麼叫重生 重生就是原本是沒有生命的 那重新 重新有生叫重生 所以保羅在談論洗禮的時候 他在羅馬書第六章就講 他說洗禮就是與主同食 同埋葬然後同復活 這個羅馬書第六章第三節到第五節 洗禮就是與主同食 同埋葬然後同復活 他復活就重生了 為什麼要復活 我們剛剛講 亞當夏娃之後就全部都死了 亞當夏娃的後代都是死的 沒有一個活的 就好像主耶穌在傳遇的時候 他跟一個青年說 你來跟從我吧 那個青年就跟主耶穌講 說主耶穌啊 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親再來跟從你 那主耶穌又告訴他 任憑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 你來跟從我吧 我們讀到主耶穌講這個話的時候 不是覺得很矛盾嗎 死人怎麼埋葬死人 死了都死了怎麼埋葬死人呢 那耶穌講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可見這兩種死人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第一種死人是活著的死人 什麼叫活著死人 罪還沒有得色 因為罪的公價就是死嘛 當你的罪還沒有被 主耶穌保血赦免的時候 你雖然是活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就神的角度來看你是死的 你是死的喔 你還沒有罪得赦免 那第二個死人 就是死去的死人 他不但是沒有屎林生命的 他連肉體生命都死掉了 所以主耶穌告訴這個青年說 任憑死人 第一個死人是活著的死人 去埋葬他們的死人是連肉體都死掉了 所以死人的定義有好幾種 死人的定義有好幾種 那我們不要一談到死人 就是認為這個肉體死掉了 肉體死掉是死的一種 但是亞當夏娃犯罪以後 摘了三二果吃了以後的那一天就死了 所以他靈性死亡 靈性死亡 所以每一個人出生下來都是死人 只有若底是活著的 都是死人 那什麼時候活過來 就是受洗的時候 所以主耶穌說 你們若不重生 就不能進入神的國嗎 約翰福音第三章第五節以後 第八到第八節 你們若不重生 就不能夠進入神的國 那尼格蒂姆就很頭痛啊 我都那麼老了 怎麼鑽進媽媽的肚子裡面再生下來呢 他以為是那個女人生產的那個生 後來主耶穌就告訴他說 人若不重水跟聖靈生 所以重生是從洗禮來的 沒有洗禮就不重生 也就是說告訴我們 我們要接受洗禮 得以重生 那重生呢 才有屬靈的生命 有屬靈生命 我們才能夠進入神的國度 所以洗禮相當的重要 那第三個呢 他洗禮的功力歸屬基督啦 我們看加拉太書第三章 加拉太書的第三章 二十六到二十九節 二十六到二十九節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的 並不分猶太人 西尼尼人自主的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 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人 這邊有談到信耶穌基督 或者是信基督耶穌 我們信就是神的兒子 那一般的教會常常用這一句話 就來認定說我信啊 我信啊 所以我是神的兒子啦 這句話是這樣講沒有錯 但是有下文 下文就是來解釋什麼叫做信 信不是你自以為的信啊 什麼樣的過程才叫做信 而不是你自己信的那種信 所以二十七節就講到說 信耶穌是怎麼信啊 怎麼做才叫做信啊 而不是單單一節聖經就來告訴人 我信啊 我相信啊 問題是你信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信耶穌叫你做的啊 你沒有信聖經叫你做的啊 你的信不是建立在耶穌的道理上面 你的信也不是建立在聖經當中 那個信是人的信 而不是神要求你的信 我們要的是神要求我們的信 所以保羅又在二十七節講 什麼是信耶穌 他說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 都是替代基督 這個時候呢 才能夠真正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所以信是要受洗歸入基督的啊 洗禮才能夠歸入基督 洗禮才能夠成為神的兒子 洗禮呢 也才能夠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才能夠歸屬基督 所以不要以為我信啊就可以 你沒有受洗是不歸屬基督的 而這個受洗很重要的是什麼 跟耶穌一樣的 不是自己創設出來的 不是經過一個會議改變過來的 所以我們常常在基督教裡面喔 哇洗禮的花樣一大堆啊 洗禮的花樣一大堆啊 我今天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因為我常常去做那個更正的工作 什麼更正就包括更正我們這件書教會的 我們這件書教有三種啦 不是這件書教有三個 因為政治關係嘛 中國大陸之後 因為共產黨的這個原因喔 他就是把宗教要把它全部都消滅掉嘛 不是只有基督教啦 連佛教啦 什麼儒教啦 如果你到山東去喔 到那個曲線喔 孔子的那個故鄉曲線 你會發覺到孔子的那個 那個故鄉喔 的那個儒家 全部都被他銷毀掉了啦 你看了都會掉眼淚啦 會掉眼淚 怎麼以前的那個怎麼 全部都把它毀掉了呢 那個那個那個歷史非常重要的 全部都毀掉了 為什麼 他們認為這是用信仰 所以他們也把它摧毀 這是共產黨的一種做法 當然這政治因素 我們不談這個東西喔 但是我們要談的就是 在教會當中喔 洗禮的規範喔 那我在那邊去的時候喔 因為教會被共產黨給統治嘛 所以後來就成形成了三個型態的這件書教會喔 一個就是北方系統的 一個就是被政府 政治因素介入 而成為俗化的這件書教會 一個是跟我們 連種喔 或是台灣的完全一樣的教會喔 所以現在有三個 所以我們更正的教會 也有台灣 不是 也有那個 也有那個 基督教更正過來的 也有是一般教會 基督教更正過來的喔 那有一次 有一次喔 有一個 我到一個教會喔 這個教會不是 不是我們基督教會喔 那因為當中已經有幾個到南方來接受信仰喔 所以要我們過去跟他們談道理喔 然後他就問了很多問題啦喔 當中有一個問題就比較特別 他說欸 我們這件書教會洗禮喔 會不會比較麻煩喔 我說 是啦 看起來好像比較麻煩 但是 不能夠因為麻煩 所以就不按照聖經的道理來做喔 那我說 我問他說啊 那你們以前洗禮怎麼洗禮 喔 我們那裡喔 一次洗禮都要好幾千人啊 喔 我們整個村莊 都大概都全部都要信基督耶穌了嘛 那那麼多人如果用你們兼書家的方式洗 洗到後來我看洗的人腰都止不起來啦 喔 因為太多人啊 幾千人的一次幾千人耶 我問他你們怎麼洗禮 我們就叫一部那個水車過來嘛 水車啦喔 然後呢 就把那個水車加壓 然後就噴嘛 噴到了就算了 啊 有沒有噴到 有噴到 噴到就算了 那就灑水禮 灑水禮 也有這種洗禮方式喔 那我又去那個我們被同化的被俗化的教會 因為政治力介入嘛 所以他們的講到人員是從政府派過來的 那政府派過來都是那個政治政治牧師嘛 都政治跟政治有關係的喔 那外面是看這間書教會 問他說你是不是這間書教會 是 但是你走到會堂裡面來看到他們講台下面 你就心就良一半了 為什麼 因為講台下面就是洗禮池 在耶穌教會的會堂裡面的講台下是洗禮池 他們洗禮就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下去 從這邊上來 然後呢 冬天因為那邊很冷嘛 還有可以加溫的溫水 做好舒服喔 冬天還去到外面 洗到那個 零下一度的啦 在那個東北 零下那時候還是秋天而已喔 临下一度他问我说传道你去洗礼可以吗 我好傻傻耶 我说好啊 我印好之后我才知道 哎呦外面哪见过临下一度啦 我没办法我跟他们说好啊 我去洗礼 你也是同样临下一度去洗礼 洗礼不是洗礼几个 是洗礼几个 洗礼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呢 会啊但是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啊 很好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洗礼的方式 那这个是归属基督啦 不管怎么样你要归属基督一定要受洗 而这个受洗不能够凭个人 或是凭整个机构 或是凭一个什么大的会议来做决定 这些都不能够取代主耶稣所交代的事情 所以洗礼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 那才能够归属基督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由受水灵二进者 来施洗啦 要受水灵二进 为你施洗的要受水灵二进 什么叫水灵二进呢 第一个叫受敬礼过的 得洁净的 他本身是得洁净的 他才能够为人施洗 第二个要受圣灵 要为你施洗要受圣灵 因为圣灵是拆遣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条件 只要我们信徒都是接受洗礼 跟我们信徒都是有圣灵的 就有这个资格 我们当中如果有受洗的 有接受圣灵的 我们都是有资格为别人施洗 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规范是这样子 这两个条件 水灵二进者 就能够为别人施洗 但是教会有教会的制度 如果大家都是有就去施洗的话 那这个会乱 教会就没有次序 所以保罗他讲 我们凡事都要按着次序行 所以教会有教会的规范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规范 但是教会要规范 这样的话处理整个教会 治理教会才能够很顺畅 所以教会就开会决定 而这个决定跟圣经的决定 是没有违背的 但是为了要治理教会 人都要治理教会 所以我们受洗的人 除了有这两个条件以外 大概我们在洗礼的过程当中 都用传道人来洗礼 以台湾来讲 或者是说 以全联总来讲 圣职人员来洗礼 那这个就会比较有规范 因为洗礼它是一个很慎重的典礼 那洗礼的人应该要对这个道理很清楚 对这个洗礼的过程很了解 才不会产生差错 所以我们才会决定 由这两个条件以外 再设定一个圣职人员 来为受洗者来受洗 这是我们在洗礼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大家能够了解的 那有一个小国家 开拓的一个小国家 那这个小国家呢 它没有圣职人员 那也没有很多机会派圣职人过去 那他们要施洗 那施洗怎么办 所以就经过 就经过这个 那个他们的那个会议之后 把这个信息传送到联总来 那联总就开个会 然后跟他回复说 你们就有教会的一个 这个负责人 虽然他不是长子 不是传道人 但他有受水灵二进 那就可以为人施洗 这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圣职人员 那也在那个阶段当中 也没有办法派圣职人过去 要洗礼 所以就请他们来做 这个他们虽然不是圣职人员 但是经过开会之后 也发文通知这个教会 那就由他们的负责人 教务者人来为他们施洗 是可以的 因为圣经当中 是只有这两个条件 一定要受水灵二进者 才能够施洗 那第三个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敬礼的正确方法 我们刚刚讲说 要按着主耶稣的交代 跟他所留下的规范来做 我们在这件事教会洗礼 这个方法要有这三个 第一个要奉主耶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 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三十八节 彼得像当时候发问的那些人说 我们要怎么行呢 彼得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赶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受洗 但是就有一些问题产生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请看十九节 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 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主耶稣是交代门徒什么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对不对 这主耶稣讲的 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你去查一下资料 都是一样的 不管原文英文日文 德文法文中文 什么文都是一样的 最简单的去找原文 就是希腊文 也是一样的 主耶稣讲的就是这样子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这个跟彼得所交代的 所做的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主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结果彼得说 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施洗 那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呢 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16章 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4节 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到14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以下省略 这边主耶稣就很清楚的交代门徒 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也就是说他要讲的人还没有讲完 但是后来有没有讲 没有讲啊 为什么没有讲 因为讲你们也听不懂啊 担当不良嘛 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够明白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必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那我们再回到马太文28章这里 主耶稣要他们去使万民做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明施洗 父子圣灵明施洗 当时候主耶稣 还没有回到天国啊 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完全开始 是不是 因为耶稣才被定十价 圣灵还没降营 主耶稣还没有到天上去 要求父母 就另外释迦把卫士给你们 所以这个时候的门徒 能不能够理解 奉耶稣的名授洗这件事情 他们不能理解啊 不能理解 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办法理解 告诉他们没有用啊 所以主耶稣就用他还在人子的这个角色来谈到 这个时候呢 还是父子圣灵的关系 因为耶稣还在子的这个 这个关系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里面 所以耶稣跟他讲 用父子圣灵 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 奉耶稣的名洗礼 很奇怪 因为耶稣基督也是父差来的嘛 父差来的啊 他是受差遣的嘛 所以应该要奉父的名来洗礼才对啊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要奉祠圣灵的名施洗 好了 那《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以后 就讲到圣灵降临嘛 圣灵降临之后 这一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 就以为这些人是醉酒的 所以讥笑他 那个时候彼得怎么样 就起来做见证 他说引用旧约圣经来见证 圣灵降临这件事情 那这些人听得很扎心 他就问彼得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彼得在圣灵里面 就已经引导他明白一切真理 什么真理 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 其实父的名 子的名 圣灵的名是谁 耶稣 但那个时候耶稣如果这样讲 他们听不明白的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能够领会 所以主耶稣才会讲父子圣灵 但当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的时候 他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父子圣灵 他就能够明白 父的名就耶稣啊 我们第一天晚上就讲了嘛 子的名就是耶稣嘛 圣灵也是耶稣的名 圣灵的名也是耶稣啊 所以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谁 耶稣的意思啦 这个时候彼得马上清楚 为什么马上清楚 因为圣灵引导他明白 所以后来的圣灵降临之后 后来的门徒的见证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包括我们这件书交友也是一样啊 我们受了圣灵之后 明白这个道理 父的名是耶稣 子的名是耶稣 圣灵的名也是耶稣 所以父子圣灵的名是耶稣的名 很清楚很明白 那有些教会他依然用 奉父子圣灵的名 那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这样有三个名 父的名 子的名 圣灵的名 有三个名 那到底是哪一个名 那其实不能够明白的就是 原来父的名就是耶稣啦 耶稣福音十七章讲得很清楚嘛 子的名也是耶稣嘛 圣灵的名也是耶稣啊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奉耶稣的名来施洗 只不过还没有领受圣灵的门徒不明白 领受圣灵的门徒才能够明白而已啦 所以我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来施洗 那第二个要在活水中全身入水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耶稣是从水里上来嘛 所以我们洗礼不应该用点水里 滴水里 洒水里 浇水里 这个都不是主耶稣所留下来的榜样 我们要全身入水 像主耶稣一样 要从水里上来 也要在哪里 在活水 活水就是不是人工所挖制出来的水池 因为它不是活水 不是活水 有人去医院布道 不是医院 那个监狱布道 然后监狱布道那些 那个受刑人他们要洗礼 然后呢 他就打电话给我 因为那个医院布道是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 开拓的 就在那边医院布道 那后来就有 有几个童工来接走了 然后那个 那个 有一个信徒家打电话给我 他传道 我们那边有一些 那个受刑人要洗礼 那他们又不能够出来 那怎么办呢 我说等他们出狱的时候再洗礼吧 他说他们要洗礼啊 我们要想办法帮他们洗礼啊 然后他就自作聪明 他问我说 传道可不可以 我们去买一个大的那个塑胶桶 大的那个塑胶桶 然后这边挖一个洞 进水 那边挖一个洞出水 那就是活水啦 那他聪明啦 那信价路很聪明啦 比团队更聪明 团队都想不到 他还想不到 我说没人要这样啦 那不是派水 那是人工水 人工水跟派水不一样啦 不能这样子做啦 那怎么办 他们又不是死刑犯 神如果保守他 出狱之后再洗礼啦 后来我住牧高雄家 民国86年嘛 我来住 我从台东来住牧高雄 真的有一个 就是当时候我在那边 那个监狱步道的一个寿行人 他是高雄人 他住在中校路那里 他的爸爸现在还在那边 他的爸爸是那个开餐厅的 然后他就被关了89年后 回来 回到那里 回到那里的时候 他想去找教会啊 找职业书教会啊 想不到他从那个电话部里面 就打到我们高雄教会 那时候我在住我们高雄家 我接到了 我一听这个声音很熟悉啦 我说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高雄人啊 他啦 我说高雄人 你高雄人啊 那我不好意思说 你是不是被我关出来 我不好意思讲啊 我说你曾经去过哪里吗 哇 我很複雜的呢 我很复杂啦 没关系啦 你不然的话你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再来聊 后来他一来我一看 虽然他头发比较长一点 但是一看我就知道他 他这个形态就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他看到我很高兴啊 哎呀牧师你在这里哦 我怎么不知道你在这里 对啦我在这里 我是团队不是牧师啦 他都叫牧师啦 你在这里哦 对啦我在这里 后来他就每天都来找打会 我跟他讲你要这样每天来找打会 后来就在高雄教会受洗啦 也可以出来受洗啊 怎么不能受洗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 但是你从这边挖个洞 从这边挖个洞 看起来好像是活水啦 但是那个不是活水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人工水 不能够用这样来做活水的一个内容 一定要找自然的 比如说川 河 海 溪 这都是活水 那其他的呢 就不能够称为是活水 第三个要低下头 为什么要低下头呢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请看第五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这两节甚至就讲到说 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在圣经当中 主耶稣形状 死的形状只有讲一句话 就低下头 就低下头 就这句话了 所以我们要与主的形状上 来作为洗礼的一个规范 就是低下头来 那我们如果能够与他同死呢 就能够与他同复活 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会洗礼的方式 第一个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第二个要在活水中全神入水 进水 第三个要低下头 也是表明谦卑 设一个悔改的一个动作 这是在教会当中 在职业书教会当中的洗礼观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天开了圣灵降临 爱子的承认 那也给我们知道 圣经当中洗礼的规范 那我们每一个世人要接受洗礼 都一定要这样子 洗礼当中最主要的圣灵的运行 才能够让洗礼有功效 我们今天下午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边 一起唱诗247首